马来西亚的慈祭志工 跟当地的天主教会合作已久 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 一起为医护人员筹募防疫物资 所以这一回大马天主教的总主教 就专程来到台湾拜会上任 两位宗教领袖之间的对谈 心心念念都是利益人群 新冠疫情期间 马来西亚天主教总主教廖炳坚 率先响应慈祭行动 带动其他宗教团体 募集医劳物资 捐赠给各大医院 慈祭志工的凝聚力 与蚂蚁雄兵精神 让总主教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也鼓励教友参与慈祭活动 慈心拜会上任也是顺道取经 疫情到现在一直和慈祭保持友善的互动 总主教除了带领教友到禁司堂参访 也出席御佛活动 甚至到环保站做分类实践环保生活化 不同的宗教共同的信念跨越信仰繁离 发挥导善功能 我们信仰宗教最怕的总是疲齿持种 宗教是良能 那在社会是功能 我们都是同道者 同样都是为了先导人间的方向 所以我们应该都是要和和互习 君君信流汇聚成河 即使国家种族与信仰都不一样 只要能汇集彼此的爱心善念 就能发挥力量造福人间 大海新闻软奶红中江坡花联报导 大海新闻